按钮的功能 就是让他看完影片之后 按钮才跑出来 然后他就可以赶快去购买 然后你这边又放一个基础器说 我倒数快要结束了 你要赶快买 不然时间一到的时候 立即购买这个按钮就会消失 好 那我们让影片快转一下 好注意哦 倒数三秒钟 注意哦 注意哦 按钮会不见哦 你看 按钮不见了 然后下面这个Session 005的Session跑出来了 好 就是这样子使用的 那基础器完毕之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购买了 而且 底下这个Session跑出来说 本方案已经截止了 请填下你的email 我们将会发通知给你 那你底下是不是就可以 再留一个表单给他 在这个Session里面 塞入一个表单 然后去填写 你就会获得一个名单 即使他现在不买 但是至少 他如果真的有兴趣 他会去留他的名单 他会去留他的名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